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必定开启以后大脚火已经开始狂吵起来 先把县主给它换了 这一支杆子的县主是3号 县主已经换好 还是老样子5号丁县 之前的3号用起来真的有一点害怕怕的感觉 因为你们现在的八锅铁的非常的巨缩 这一顶中了 家人们 这一顶中了 家人们 这一顶中了 家人们 就是这个独独了 这就是这个东西了 还大哦 家人们 早上的 家人们 又来做一条 这个所谓的玉琪钓鱼 讲的八八鱼 爽得很 给力得很 家人们 已经中午了 今天的鱼口比较多 但是呢 等一看 只能够发扁鱼 其实生鱼鱼都在窝子的里面来翻了 这种情况下呢 还是维持着把窝子留下 这窝子我们下午不能掉 因为下午太厉害了 还是哪样子 篱笆半窝 留窝时间更久 吃吃饭之后就拍新窝子去了 这窝子放到盐 这个新窝点呢 进行开店 这窝子的话呢 是前夕天 有钓友在这里钓了 连续的四五天 一条八鱼的门上 它走之后 我们昨天下午过来 点盐了下去 今天早上把钓台拿过来的时候呢 又再次的追加了一天 刚刚我们吃吃饭过来的时候呢 连干两条大理子 小的条都是有八九斤 大的那一条呢 有十七八斤 那样子吧 相当给力 期待我们今天 继续地再做两条大家伙 叫我这 相当给力 这一会儿 小的们 新位置过来 丢下去就中火了 走这边呢 这边安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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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比较安心 还是管理很重要 这个窝子是墨江的钓友 在这里钓了整整的四天 没种货 昨天他就过来叫我给他看一下 我说你的窝子干轻了 这个窝量少了 还有一个人与人之间 距离的话挨得太近 要种货 结果他昨天一走 我昨天晚上来捕的窝子 你看今天一来就种货 这种大面子它不香吗 哇的天啊 这颜色 这鞋子 相当好 可不不 这个人还看着哦 不疑 不疑 这颗子 这颗子好看 好 不疑 墙子没拿来了 家人们 新的窝子搬过来就种大梨子 你看这颜色皮毛 给你的拍一票 家人们 新或者棉杆 直接棉杆 走这边了 还是来 下杆 直接把棉杆 这一条的话 差不多十来斤的里头 这一条还没出水 哇 这一条就漂亮了 你看这颜色 我的天 刘谷 这一条就绑着了 刘谷 舒服 爽不爽的 爽的很 哇 哇 太厉害了 爽的 爽的 什么叫大蕉 来吧 伯伯 挖得起来呀 这一天就变了 你只说干本起不动 我吐水 你走吧 太大了 给你的第二条 这么多说有个十七八斤 快点 家人们今天小虎的鱼口非常的好 当然的话呢 也是这是一个新窝子 新窝子都已经讲了几天了 是一个钓友 在这里钓了五天 一条都没有干上来 我们来接住的窝子 对于这种渔情的话呢 还是再一次的和大家 讲一下窝子管理很到位 很大位 这个窝子首先它没有问题 那么它钓了五天 为什么没中坡的话呢 其实就是窝子管理出了问题 喜欢富二鱼钓的朋友呢 给我们点点关注 我们长年富二鱼钓之后 明天早上再见 我们下载了 我们下载了 就带你回去